确实是我说的 但是你后来的改变 我觉得不是这一点两点 你记得有次 我刚下班回家的时候吧 我一个女同事喝多了 因为她跟我们是一个小区的 我就背她回家 然后我刚好看到她下楼倒垃圾嘛 我就赶忙把那个女同事晾一边 我就上去想跟她解释的 然后她说没事 我当时就很纳闷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我以为她 就是她会跟我这么平静 不是情侣之间应该有的样子 然后我以为 你也没干嘛呀 那你就都说了是同事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你之前都是会追问我 她是谁 你为什么要背她回家 然后 那我之前质问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怎么回答你 我那时候就有一次 她下班下暴雨 我一想要打车去接她 结果我到她酒吧门口 我就看到她在路边等车 帮一个女生挡着雨呢 她看到我来了之后 她没说跟我立马回家 她反而把我叫下车了 她就把那女生扶上车了 就还跟那个女生 就当着我的面 就感觉亲亲我我的那种 还要让人家到家 给她发个微信啊什么的 她还把我的伞拿给她了 那是因为那个女生 确实是我工作上的好搭档 因为我们平时探讨 一起探讨工作什么的 然后那天下班 刚好我们一起走出来嘛 然后外面又下大雨 我就不忍心 我就不放心看她 一个女生孤零零的 这样回家 我就很想送她 你不忍心她 林雨 你把我的伞给她 那我陪你一起 淋着雨等车呢 那我不是把我的外套 脱下来批给你挡雨了吗 最后我们还是 这样回去了呀 那我那时候有问你什么吗 我就问了你一句 她是谁而已吧 你跟我说什么 你跟我说 你管那么多干嘛 是不是你说的 那我现在不问了呀 你不喜欢我问的吗 厉害 对呀 这姑娘厉害 这就是你现在身边 异性变多的理由吗 你经常跟他们去聚会 然后有一次 他正好来我工作的酒吧玩 我刚好看到他在下面 然后我马上下台 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就很冷漠地 回了我一句 然后跟他朋友 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把我放在一边 感觉我们好像不是男女朋友 那我跟我朋友出来玩 人家都是单身的 就我跟你在那里 亲亲我我的 人家不尴尬 你不是不喜欢我 打扰你工作吗 那你之前都是黏着我的 我黏着你的时候 你喜欢吗 你不是还嫌我烦 嫌我讨厌吗 他就为了夺我 就他换工作地方了 他都没告诉我 还是我跟我朋友 去玩的时候 一整晚上没看到他上台 我问他同事的 他同事跟我说 他没在这里工作了 回去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他就一直不肯告诉我 我多问两遍 他就嫌我烦 我后面一家一家酒吧去找 去找他在哪里上班 结果他呢 他看到我 一点惊喜的样子都没有 反而当着他同事的面前 很大声就叫我滚 那次换酒吧 是因为那段时间 你确实是三天两头地 过来看我 一直黏着我 确实是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换工作 也没必要告诉你 反正都是工作嘛 也真的没发生什么 那我现在不黏你了呀 你不是想我不黏你吗 我现在不黏你了呀 况且我本来就是 跟朋友去玩 就是因为那里好玩而已 又不是为了去找你了现在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之前就是 他因为工作问题 就老是出差呀 然后他家里有什么事情 都是我帮他妈妈做的 甚至过年过节 只要我方便的话 我都去陪他妈妈过 我连回我自己家 我都没回那么多 听明白了 我这么一听听明白了 他说滚 说完滚之后 你们俩的关系 进入到了什么层面 他叫我滚 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 就已经失望攒够了 这真的是特别的 可以说很难过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为你把滚当成了分手 差不多吧 意思就是跟他分手了 就分开一段时间 就那时候 但是就我之后 也有发个微信给他 是他一直又没有回了 好 好